《中文字幕》 1923年 二月的長驚 那天是好天 率真寒 有一次你們看起來唱《學生的隊伍》 站在長驚車頭 手頭替的機子 又大又小 頂頭寫著 歡迎台灣議會設立青圓團 也叫自由平頂的你 現場是差差繞繞 正人打頭一個看 看到火鈴基在天上在設 塞這隻火鈴基的人 就是我們台灣頭一個火星圓 他合作吃溫達 他對白空中 野軍阿萬長的團團下來 正人請的是 給我們台灣人議會棒 二零年代運動的起源 其實是政治運動 台灣議會設置警員運動 一九二零年代 大概是日本 在近代史上 最自由開放 那也是他們在台灣的統治上 已經去相當穩定的時代 那時候非常多 台灣的中上士生階層 他們的子弟 就到日本去讀書 遇到這樣子的時代 他們看到的日本的社會 跟台灣社會巨大的差別 台灣人像奴隸一樣 然後受總督府的壓迫 台灣人沒有聲音 也不知道怎麼樣發出聲音 在一九一八年一次大戰結束之後 那美國總統 為了遜他倡議的殖民地 自決的風潮 同樣是跟台灣人一樣 是作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人 他們的抵抗運動一直都很活躍 他們要求獨立 所以他們一九一九年 有一個很大的反抗行動 就是三一獨立運動 那這些都非常衝擊 當時的台灣留學生 那我們台灣社會 為什麼跟外在世界差距這麼大 難道我們台灣人 是比較低人一等的嗎 我們不懂得爭取我們自己的權益嗎 我們活該受總督府這樣子的壓迫嗎 所以他們就開始要求 我們也要過個像人一樣的生活 日本對台灣的統治 基本上不是平等的統治 台灣人雖然是日本國民 但卻是二等國民 所以這種殖民差別統治 事實上某種程度上 把台灣人的認同給政治化了 讓他們去思考說 那我的認同的身份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想要監督總督的獨裁 但是我們又不想被日本同化 那還有什麼辦法呢 第一種就是我接受同化主義 那第二種就是 像朝鮮人一樣的強烈的抵抗 那他可能會遭受到無情的鎮壓 所以當時林辰璐 那他就提出了 就等於說是第三種主張 設置台灣議會 就是說殖民地設置自己的議會 殖民地自治 然後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牽制台灣總督 追求讓我們在台灣 住在台灣這個地方的人 能夠成為一個理性的 自我決定的 不被支配的一個主體 那其實這也就是一個 現代性的一個價值 因為台灣總督的控制之下 台灣是不能進行政治運動 所以他只好某種程度 用文化來做包裝 所以那時候呢 就是蔣衛水 那他就提議說 我們來弄一個團體 那這個團體主要在負責 思想跟運動的推展 他把它叫做一個文化運動 所以叫做台灣文化協會 蔣衛水他是一個醫生 就認為台灣是一個虛弱的 患了知識貧乏症的病人 他開出來的處方就是 讓每一個人都有知識 每一個人都有知識之後 你就變成一個 不再蒙昧無知的人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最早的 台灣青年 這是台灣 然後這邊有台灣民報 跟台灣新民報 那這個都是復刻版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灣青年 最早的 台灣青年 大概是多早 就是1920年7月 所以他是日本留學生 台灣在東京的留學生 所辦的刊物 你看台灣民報 就等於是說影響台灣最深 20年代影響最大 然後比較大規模的討論 所以台灣民報可以講 是1920年代到30年代 非常重要的一個思想的寶庫 最初的台灣人對自己社會 應該要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 他們所有的想像大概都在這裡 文化協會我覺得在從事思想的解放的工作 所以他們一開始很簡單 因為他們要爭取大眾的支持 所以大眾在哪裡 他們就要去找 他們用半報的方法 來讓大家了解到說 世界的趨勢是什麼樣子 那台灣民報的內容當然很重要 但是我要說 它作為一個台灣人的報紙 是台灣人自己創的報紙 民報的創刊詞的內句slogan 叫做 我最親愛的父老兄姐 一百年前 新聞紙十字 還有放電 這一倍一倍新時代的選團每次 也只打在台灣 慢慢發電起來 這種走在世代最初的報紙 可比賈博士的地匯手機 還有宜龍馬斯克 放飛機像太空流行 更像我們台灣的IT大臣唐鳳 為人民來證獲 在這百年前 原來是很難的事情 它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在於說 過往的政治是上層對上層 官員決定 貴族決定 讀書人決定就好 讀書人可能佔全國百分之一不到 可是到日治時期的時候 他們突然發現 民眾才是政治的核心 所以我們必須對民眾做很多事情 我們要跟他溝通 我們要去傳播他 所以這個時候文協的人 就想到了一些很有趣的辦法 比如說你沒辦法試字沒關係 我報紙還是出 你看不懂報紙對不對 我就在很多的街頭設讀報點 我就找一個人站高高的 每天報紙出開 我就拿著報紙說 我要來朗讀報紙喔 然後就幾十幾百個人圍過來 我就開始朗讀報紙給你聽 我就照裡面的字 一個字一個字 念給你 你不是字 但你現在可以透過我的朗讀 從文字媒介 轉到聲音媒介 所以像報紙這種東西 在日治時代開始大量流行之後 它的威力喔 怎樣去開玩笑的話 它很像現在的Youtuber 就是說這個報紙終於讓整個島上的人 有機會在同一天認識到同一件事 我覺得他們很確定一件事 就是老方法行不通 所以無論如何不能坐以待逼 就是一定是要找新的事情來做這樣 還可以用什麼方式吸引更多民眾 就是活動寫真 就是影片 用影片的方式 然後有一個辨識在上面做講解 透過這個方式也是引進各種新的觀念 或是時代的思潮 大概從1923年以後 尤其是日本留學生放暑假的時候 然後就組成了這個演講的團體 然後從北到南進行非常密集的演講活動 甚至一年可以到達三四百場 那演講活動您也可以用閩南語 用在地的語言去講 這個演講的這個力量 或是這種人們聚集在一起 談政治的這個模式 乃至於你甚至可以看到它的延伸 變成了現在後來的地下電台 後來的各式各樣的Podcast 這種聲音傳播的形式 它會不斷地轉世在生 可是它塑造了一種新的感覺 讓大家覺得政治是這樣玩的 差政治是這個意思 是這樣子去參與它的 那這個對總督府當局形成很大的威脅 因為這個演講活動 就鼓舞台灣民眾的團結 然後倡議會運動 引進自由平等這樣的思潮 把台灣民眾聚集起來 讓他們感受到我們受壓迫 然後我們這些人就相濡以沫 我們可以團結起來抵抗 我們本來講說它是政治運動 可是它後來擴散成 變成一個社會改造的運動 所以除了要求政治上的解放 就是議會甚至情願運動之外 很重要的一個就是階級解放 在文協那個年代 他們讀了很多西方思潮的書之後 他們開始意識到 原來政治不是只有武裝抗爭的一種辦法 他們是最初一批被喚醒 知道這件事情的人 張開眼睛發現原來文化有這個功能 原來文化可以做這件事 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就是對當時的知識分子跟民眾來說 他們發現了一個全新的行動模式 所以這就是 1920年代的這些文化啟蒙運動 用我們台灣人來說說 要重大人 重大人就是自己要變成一個主體的人 回顧台灣文化的歷程 你會發現其實 從原住民文化就是南島文化的原鄉 大航海時代台灣在東西方的互動底下 也帶來新的影響 1920年代從文化協會 帶動一個本土的文化啟蒙 但在日治時期 我們就已經有了新劇運動 文學前衛運動 現代美術 現代音樂的運動 從人追求思想自由 到追求新知識 新文化 進而去推動政治社會的改造 1930年代 日本跟中國的戰爭越來越逼近 然後軍國主義的聲勢就越來越強大 到1931年台灣的政治運動 社會運動完全被壓制 所以政治運動已經完全沒有空間了 很可惜的是說 1945年戰爭結束之後 局勢大大的改變 新的統治者 他有一個強制的使命 他要追求的目標 我們又再次跟各種思潮斷絕 所以我們有好長一段時間是空掉的 像我們這樣子的 五十幾歲或六十歲的人 大概是戰後的未尋統治 控制最嚴密的時代 那我們從進入學校開始 就被非常嚴密的灌輸 所謂中華文化 中華的思想 或是我是中國人這樣子的國家認同 我從來不知道台灣發生過什麼事情 我第一次在這個黨外雜誌裡面看到 有一篇文章在講 他們那個標題就是 我們是開肚子 不是傭老材 看的時候覺得頭好像被翹了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才開始去翻 因為有辦法看黨外雜誌 但是他都把黨外雜誌藏起來 然後我去翻他的書櫃 把雜誌找出來看 開始很渴望知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記得我在高中的時候一直覺得自己好像故鄉的異鄉人 因為在當年的威權體制跟封閉的教育體系裡面 其實我們對台灣的歷史地理政治社會是那麼不了解 所以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然後正是台灣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 我們也自我追尋去了解什麼是台灣文化 所以其實你回顧整個台灣文化的歷程 其實台灣文化就是跟世界文化在同步發展的 那每一個時代其實都想要透過文化去追尋自我 你會覺得每一個世代都有一個既視感 就是其實每一個世代 彷彿都在重新啟動一個文協 那在這裡面就是我們在當下的時代 怎麼樣進一步去自我啟蒙 追求成為一個更自由的人 我覺得這是作為人的可貴吧 就是所有的統治當局 獨裁統治當局 他都想要壓制你爭取自由 你跟他抵抗 1920年代的知識分子 他們就要去 他們努力去提示 就是台灣人 我們是人 我們發揮人的可貴的力量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句話 最早並不是台灣人自己提出來的 而是日本的學者全責 他為了想要讓台灣人在一個平等的狀態底下 能夠過生活 而期待的 我們的第一代的民族運動者前輩 蔡北厚先生呢 他把他這段話改寫成說 台灣乃帝國之台灣 但同時也是我等台灣人之台灣 所以事實上台灣是台灣人台灣這句話 如果進一步延伸它的意義呢 其實就是說台灣人是台灣島的主人 所以這些人呢 我們擁有民族自覺和自我統治的權利 可以不被別人管 那1920年代是台灣人開始出現 以全台作為一體 我們是一群跟別人不一樣的人 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有尊嚴的社會 那在1920年就把這樣子的一個理想的台灣 他們就有很多的想像跟醞釀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它是一個文化的運動 我們利用思想來打開那個陣地戰 我們用思想去跟大家搶佔那個歸屬權 腦袋打開就可以讓思想進來 思想進來我們的希望就會存在 把腦袋打開就是文化的革命 這個文化的革命 就是啟蒙的精神所延續而成的 他們當初的喚醒是受到外面的世界感召 是外面世界教會他們的 可是我們現在在2020年代 所感覺到的喚醒是 我們喚醒了對自己的土地 跟自己歷史的追尋 台灣的文化學會 不是只是在明明文良公檢讓 它是一個抵抗運動 是反殖民運動 所以台灣人是硬骨頭的 用客家話來講是硬頸的 所以文化學會代表 是一種抵抗的跟硬頸的傳統 萬一沒有文化學會 那意味著台灣 就沒有這樣一個硬頸的 反殖民運動的抵抗傳統的話 那它也不會有主體性 那更不會有近日的民主 其實我想我們最好紀念文學精神的方式 不是只是緬懷過去 那更是應該問自己 我們未來要往哪裡走 而在這個當下 我們可以有同樣的志氣 往未來去開展 做一個開拓者 讓我來講 那麼像自己的一簇 為了 對 這僅ставля 靈何枝 在這兩位 總統 一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